新竹市長高鴻安涉灘遭到判刑並且停職 那麼內政部在今天更發出了新聞稿強調 為了貫徹廉政的決心 在停職期間不給薪 而這一下子連半薪都沒有了 高鴻安表示會尊重 因為他原本就規劃要把薪水均出來 作為新竹市急難救助使用 上一期投球繡球季 秋成員週六首度以新竹市代理市長身份出席活動 沉淀一夜後心情還不錯 但高鴻安遭判刑不止被停職 就連半薪的薪水也領不到 內政部強調考量高市長涉灘 為了貫徹政府掃灘決心 決定不合法半薪 高鴻安則低調回應 本來就打算捐出來 當作急難救助使用 尊重內政部 但反觀言寬恆 同一天進一審宣判涉犯貪污罪 卻能繼續當立委 真正的改革 我們應該提案修改 貪污必審判有罪 立委不只要停職 也應該停止薪資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週六來到宜蘭跑行程 則幾乎一夜難眠 我猜他心情很亂 我也很亂 我到半夜才發彈給他 這個應該也在民進黨的規劃當中 我們也沒有戰場上的主動性 事出突然 我們內部也要討論一下 更傳出黨內點將 包含秋成員 吳欣盈 柯文哲的妹妹 柯美蘭甚至黃國昌都是新竹市的接班人選 不要這樣講 我們一定要讓高雲安爭取 證明他的清白 我還是相信他沒有翻譯 我找個時間跟他好好談一談 高雲安也感性在市府群組發魂 定音團隊持續努力隨後退群 一審遭到重判 也打亂民眾黨布局 記者宜蘭新竹綜合報道